大家好 今天是6月5号星期三 欢迎收听今日综述 我们先来看一下国际新闻 下面请听报道 据南华早报的报道 欧盟官员6月3号告诉中国汽车制造商 欧盟委员会预计将从7月4号起对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征收临时关税 报道说 欧盟的决定对双方本来就已经紧张的双边关系是雪上加霜 预计欧盟委员会在下周会私下通知各个公司将适用的进口关税水平 知情人士透露 中国的一家汽车制造商协会3号在布鲁塞尔 与欧盟贸易部门就调查举行了公听会 在这次的公听会上 中国企业被告知将从7月4号起征收临时关税 但是没有透露关税的税率 据了解 欧盟委员会决定在不按照欧盟的惯例 在关税生效前四周公布税率的情况下加征关税 受影响的中企急忙的四处寻找法律咨询 在7月4号之后 欧盟委员会会有4个月的时间与成员国协商 把临时关税变成永久性关税 欧盟委员会贸易与农业事务发言人吉尔回应说 这是一项正在进行的调查 我们不会对此发表评论 我们很快就会宣布一些临时要素 也就是说 欧盟这次只做不说 中共当局不仅对征收关税的前景感到愤怒 而且对这项调查的本身也感到愤怒 中共当局还邮寄了一封午夜的信件 给欧委会执行副主席兼贸易委员东布·罗夫斯基 信中威胁要对欧盟的航空和食品出口采取行动 布鲁塞尔的消息来源表示 中方的信中并没有提出结束这场纷争的严肃建议 这场纷争只能通过解决基本补贴问题 从技术上加以解决 内部认为 这是在欧盟成员国中煽动反对调查的一种方式 在《政客新闻网》率先报导这封信之前 有消息说 欧盟委员会将推迟到这周的欧洲议会选举之后 再通知出口商关税的税率 人们怀疑中方可能会在欧洲议会选举投票之前 提高敏感农产品的关税 从而有可能会影响投票的结果 正是这一行动促使中国企业寻求法律咨询 经济研究公司荣鼎集团的分析师发现 鉴于其他市场征收的关税更高 低于50%的关税 不太可能阻止所有中国电动汽车的进口 并保护欧盟的产业 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上周发表的研究报告显示 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20%的关税 将导致欧盟从中国的电动汽车进口额减少38亿美元 大约占目前贸易额的25% 中共一带一路工程在国际范围内遭遇困境 4日的消息 位于秘鲁利马北部 耗资36亿美元的前凯巨型港口正在建设 第一阶段工程将在11月份完成 而秘鲁金管机构寻称 推翻中共国资企业中原海运的独家运营权 该企业目前拥有前凯港口60%的股份 此外 智利政府当局也对中共的一带一路项目发起了挑战 据悉 在中企天企理业以40.66亿美元的奖格 收购了智利化工矿业公司22%的股份之后 智利宣布提高矿业所得税 倒查智利化工矿业公司2016-2017年的税务 认为漏税11亿美元 这导致了天企理业成为了举债还款的所有者之一 而对于中企来说 更加严峻的是 智利政府计划对智利化工矿业公司采取公私合营的措施 与智利国家同业公司合资成立机构 管理该国的阿塔卡玛盐湖 新规让智利政府企业拥有半数以上的绝对控制权 并且在明年开始拿走合同工资70%的利润 2031年之后则会增加到85% 这导致了天企理业的资本遭到了严重的稀释 只能坐吃哑巴亏 面对中企可能会被排除在外的局面 法广报导引述分析认为 新的现象反常出现的智利和秘露 对中资企业变得日益警惕并且进行了排挤 未来中企在南美的投资环境可能会变得更加的复杂 不过虽然中企被排除在外 其设施的价值仍然并不贬值 即使秘鲁考虑移除中企的独家经营权 前凯港口仍然在对该国证券交易所产生积极影响 吸引了大量的散户与机构投资收入 也是在同时一带一路的失败预计将进一步的损害中国经济 拜登前不久在接手时代杂志专访时表示 他对中国已经疲软的经济很不看好 拜登说此前每个人都谈论中国有多强大 但事实上中国的经济正处于崩溃的边缘 此外他还对中国经济蓬勃发展的设计嗤之以鼻 在访谈当中拜登抨击中国的一带一路 没有能够取得真正的突破 并且按时说非洲国家的债务危机与兴建浪生 反映出一带一路的失败 并不能够帮助中共在国际范围之内取得突破 并且挑战美国和俄国的影响力 我们再来看一下两岸新闻 下面请听报道 6月4日大陆社交媒体平台热搜榜 出现了多家银行开始招收催收人才的话题 总体经济亮起红灯造成信用成本上升 银行端纷纷开始加强催收的能力 民众担忧此类招聘等于是载招打手 据深蓝财经报道 三乡银行5月31日公告称 因为财务发展需要面向全社会招聘高级催收管理人才 任职要求是大学本科以及以上的学历 法律金融专业背景有5年及以上催收管理工作经验 从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 许多大陆民众失业降薪 基欠卡债和贷款问题频发 金融机构开始扩大催款 但是中国式的催款方式让民众大喊吃不消 据青年日报报道 中国2020年以来拖欠消费贷款的应收账款总额 已经高达人民币2.8兆元 其中万数是卡债 其余的来自非银行贷款机构 由于经济低迷欠款规模持续的在扩大 金融机构催缴方式五花八门 包括催款电话打不停 有人在10分钟之内接到7到8通电话 有人请求延期偿还被拒绝 并且被告知会打电话发讯息给他的家人同事 直至还清贷款 有人信用卡预期被缴 连他的父母祖父母都要接到电话 还威胁会有人登门讨债 直到5月15号 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发布 互联网金融个人网络消费信贷 贷后催收封控指引 要求金融机构和协力厂商催收机构 加强催收组织管理 明确具体负责催收业务的管理部门 专家称 这可迫使金融机构 对催收机构进行全面的筛选和把控 但是民众表示质疑 纷纷表示 几句话就有可能逼得人家 家破人亡 钱银行赚了 坏事你做了 少做这种损应得的工作吧 那些跳河的跳楼的 就是这些人做的吧 搞得别人家破人亡的工作 这就是要公然制造社会动荡啊 中国银行会长之多 中共金融监管总局 5月31号数据显示 2023年中国商业银行 未偿还不良贷款攀升至 创纪录的3.23万亿元 除了三箱银行之外 近半个月来 光大银行 微重银行等多家金融机构 都在拟招聘高级催收相关人才 网民对此表示 现在招个打手都需要本科了吗 这个社会也太卷了吧 没有985 连打手的资格都没有 现代的打手 高智商高学历 动起手来 才能保证不会进去 跟罗翔老师的说法一样 张三要是懂法 那么就知道如何规避犯罪 台积电6月4号召开股东会后 对媒体表示 不太可能因为两岸关系恶化 将厂房迁离台湾 据自由亚洲的报道 魏哲嘉在4号股东会上 接任台积电董事长 会后他在记者会上被问到 如果两岸冲突 台积电客户是否会要求 将产能移往国外 魏哲嘉回答说 台海局势不稳定 确实是供应链的一个考虑因素 不过台湾的产能 目前占台积电总产能的八九成 要将生产线完全移除台湾 是不可能的 对于到美国 日本 德国 擴产 魏哲嘉说 台积电投资 擴产还是以台湾优先 第一优先是台湾 第二优先是台湾 第三优先选择地 也是台湾 最先进制程一定从台湾开始 美国虽然也规划2纳米的制程 但是先在台湾站稳脚步才会往外扩散 路透社的报道说 尽管两岸关系紧张 但是本周的台北国际电脑展上 除了记者提问之外 几乎没有人关注战争 以及战争可能威胁晶片供应链的话题 台湾利基电董事长黄冲仁也表示 没有人担心战争这个问题 黄冲仁告诉媒体 我认为当然总会有军事活动或者是摊牌 但是台湾对人工智慧来说是如此的重要 即使是中国人也知道这一点 此外 鸿海集团董事长刘洋伟4号宣布 他和英伟大执行长黄仁勋 就携手在高雄建先进云计算力中心达成一致 高雄先进云计算力中心将以超级晶片GB200伺服器为核心 总计共64轨 4608颗CPU 预计在2026年完工 黄仁勋表示 英伟达未来几年将继续在台湾投资 计划建设的研发中心将聘请1000名工程师 涵盖晶片 软体 系统 人工智慧等多个领域 近日 一家科技网站报道说 华为和中芯国际计划联合使用已经获得专利的 自对准四重原岸化光刻技术生产3纳米芯片 文章中还说 5纳米或者3纳米芯片的生产成本将很高 因此无法用于商业设备 可用于超级计算机或者军事装备 但是一些科技专栏作家表示 他们可能需要几年的时间才能实现这个目标 而且等到这两家公司成功时 全球市场都已经使用1.4纳米的芯片了 台湾台积电早在2022年就已经成功的大量的量产3纳米制程芯片 目前正朝向1.4纳米制程芯片迈进 不过这些专家还是太高估华为了 因为在5月30号 华为常务董事华为云CEO张平安 在出席中国移动算力大会时坦诚 我们肯定是得不到3纳米也肯定是得不到5纳米 我们能够解决7纳米就已经非常好了 张平安还表示 对于国产芯片厂商来说 想要生产7纳米及以下的芯片 在未来很长时间之内依然是困难的 张平安的这个内部谈话被外泄之后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因为中共当局刚刚向中国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 投资了475亿美元 想要加倍的推动本土芯片的开发 有网友说看来又只能是打水漂了 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表示 美中的先进芯片生产方面的差距将继续扩大 SIA在5月初的一份报告中表示 预计美国将生产世界上最先进的处理器的28% 而中国只能生产2% 多谢您收听这次的今日综述 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3章